綠黨市議員王浩宇就說 高雄最近的觀光熱潮 根本就跟韓國瑜沒關係 他只是收割蔡政府政績 到底是什麼邏輯 其實現在有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寒流席捲台灣 但是酸寒流 就是看到寒流國瑜做什麼 就要酸什麼 現在也是成為一個險學 比如說這一次的跨年 就是高雄跨年很多人認為 至少破了三個紀錄 也人數來到80萬人次 非常非常多 當天是全台灣最熱的 一個跨年晚會的現場 他高雄捷運統計 12月31號的時候 高捷全天運量到 367,718人次 孟時代所在的R6車站 出戰人數是49,945人次 輕軌全天的運量是45,287人次 這都破了他的紀錄 所以表示當天現場真的很熱 其實我覺得跨年晚會 本來就是一個 讓大家在場很高興就好的一個場合 其實人數多少並不是那麼重要 可是當韓國瑜宣布說 我們突破80萬人次的時候 網路上一堆人開始在栓 說怎麼可能 那個地方不可能塞得下這麼多人 然後講了一大堆 可是如果這些栓民還記得的話 有這一年前的 2018年1月1號這一天 當時陳菊市長 他就直接在網路上宣布 我們人數已經破了72萬人 當時怎麼沒有人去栓他 他當然講 今天晚上有超過70萬人跟我們在這裡 共度我們的新年迎接2018 我們來比較一下當時的數據 同樣是2017年12月31號的時候 高潔全天的運量是365,520人次 其實比較少一點 然後孟時代所在R6車站出現人數 是49,272人也稍微少一點 然後輕軌全天的運量30,976人次 其實全部都比較少 如果說你可以宣稱72萬人的話 他每一個數據都比你多一點 他講80萬不是剛好而已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你有必要去這樣栓嗎 如果你是從2018年 就開始一路栓到2019年 沒關係 我覺得你是一個堅持原則人 如果你只是看到韓國瑜才要栓 我覺得你自己恐怕要檢討一下自己 有一個人也很好玩 他明明是綠黨在桃園市的議員 王浩宇 可是他對韓劉也非常的關心 他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說 你韓國瑜是怎樣收割蔡政府政績的 他說政府有推出暖冬旅遊補助 宜花東高坪的旅館平均提升 約20%的住宿量跟所謂的寒流 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你韓國瑜卻不斷的誤導說 寒流讓高雄觀光飯店也動起來 直接收割蔡英文對高雄旅遊業的得證 真正讓高雄觀光動起來的人 其實叫蔡英文 他說口號是沒有用的 接下來比的才是真本事 口號當然是沒有用 大家都要比真本事 可是問題是 我先要請教一下王浩宇議員 你說韓國瑜說 寒流讓高雄觀光飯店也動起來 你是A眼B眼還是什麼眼 看到韓國瑜講這句話 韓國瑜有說過這句話嗎 我好像從來沒有看過他這樣講 那是一些媒體旁邊的人在講的 再來你確定你的數據是對了嗎 因為高雄市觀光局長潘恆旭 就直接打臉他 他說你高雄市現在有388家旅館 他其中有加入旅遊補助的 你一半都不到 然後沒有加入暖東旅遊補助的旅館 12月住房率 他就提出來一些數據了 比如說康橋商旅集團 總共13家旅館提高了15% 那玉宿旅館集團13家旅館 提高20% 英迪格成長10% 漢王成長10% 然後喜盈樂意文旅棒球館等 特色旅館的話 也都提高了10% 那這些人根本就沒有加入 所謂的暖東旅遊補助 他的業績成長又是什麼原因 我相信原因可能很多 可能顯然跟王浩宇的理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才終於了解 王浩宇其實過去非常有名 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在PTT上 不能提到名字的男人 號稱PTT佛蒂摩 因為他沒事就要去告人家 沒事就威脅恐嚇人家 就是這樣一個品質的議員 所以會質感 對 他的質感非常有問題 所以他提出這麼沒有質感的數據 這讓人一點都不意外 你等一下小心收純正信 現在大家終於知道了 為什麼蔡政府要急著 這時候一波又一波的 暖東旅遊補助 因為只要補助之後 全台灣看起來的旅遊都很熱 就不會只有寒流很熱 也就不會有像現在 王浩宇能夠發這樣子一篇文說 現在高雄的旅遊熱 其實是跟暖東旅遊有關 這是蔡英文的政績 這是蔡英文的德政 跟寒流沒有關係 到底跟寒流有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有必要斤斤計較嗎 就跟白冰冰到底有沒有 質感這件事情 有必要讓這些前高雄市政府 或者是關心民進黨的人 這麼的耿耿於懷嗎 我實在很懷疑 他們真的有那麼關心高雄嗎 還是說只是借這個寒流 然後刷一點存在感 先講那個副發言人 我不懂為什麼要去 比較這個人數的問題 其實對高雄來講 現在高雄的市民 他們應該關心的 不是這些表面的數字 你要問的是 到底高雄人現在對韓國瑜上來 或者他選上以後 整個高雄那個城市的感覺 或者城市的光芒 城市的被關注度 有沒有比以前提升的 而不是只有在這個數字而已 你如果要講數字的話 那個地方就這麼大 就讓你塞爆了 也不會差多少萬人 計較這個多少萬人 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到頭來講 就是搭著寒流 然後發一篇文 然後大家覺得有看到這個人這樣 在針對高雄提出一些講話 就唱衰高雄引起注意 這個都有可能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 你只要韓國瑜所作所為 講話等等 就馬上會有引起一些不同的講法 而且這個講法 你會發覺越來越偏極端 因為唯有極端才會被挑出來 做討論 所以刷出耐感的感覺就是很嚴重 你說是不是蔡英文 造成這個所謂觀光的效應等等 要嚴格講好像也沒有不對 因為如果不是因為討厭蔡英文 韓國瑜的票好像也不見得 所以這也是蔡英文的得正之一 所以其實我們講說 選情的時候再講 全國最大黨就是討厭民進黨 討厭民進黨裡面 其實討厭蔡英文 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韓國瑜現在他的所言所行 所作所為 還有他的團隊所推出來的 大大小小的措施 都一定會被拿來 不管是檢驗也好 消遣也好 或者是怎麼樣 酸也好 都一定會的 這樣子到底好或不好 我覺得現在很難評斷 不過至少繼續讓高雄 變成一個討論的焦點 不只在媒體上 可能在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 像這一次元旦連續假期 我身邊太多朋友都跑去高雄 很多的鄉親什麼 你問他說年假你們要去哪裡 甚至接下來這個冬天 你要去哪裡 很多都說我們要去高雄看一看 很多甚至說我們沒有看過愛河 我們要去看一下 可見過去 第一個過去高雄的行銷成不成功 顯然是有問題的 否則不會有那麼多人說 我要去高雄看一看 如果過去高雄的行銷是成功的 應該很多人說我去過 那個地方我去過 那裡有什麼 他很清楚 但顯然不是 第二個也代表說 韓國瑜把高雄炒熱了 的確把它炒熱了 所以不管這些話題 討論的是正面負面 或者是能言能語 還是說大家讚美 那都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高雄在目前這個節骨眼 它是熱的 它是hot 而且跟過去兩年 蔡英文執政的當下 去比較的話 我相信現在很多高雄的攤販 可能會跟你講 我的收入比過去多 我們現在夜市人潮比以前多 我覺得這個是才是最實際 也就是高雄市民 他真正能不能感受到說 他的生活改善了 他收入改善了 還有高雄被注意了以後 他那一種城市光榮感 我覺得那個是市民所想要 感受到的也想要看到的 你要否認說他存在 這個也太難了 因為其實所有的新聞畫面 都會說話 元旦期間 大家看看所有的新聞畫面 都在報導哪一個城市 就是高雄 從韓國瑜他去追那個夕陽 這個西子灣的夕陽 然後到那天晚上的晚會 到隔天的升起 統統都還是是在高雄 所以這個我想他要否認 也沒有辦法否認 倒是他說 完全都是因為暖冬旅遊補助 我覺得這個議員 恐怕還沒有做好功課 事實上還沒有暖冬補助之前 有一個南部五線式的 振興觀光的計畫 早就已經加碼下去了 所以我請這位議員 如果他好好做功課的話 當時的高雄有沒有受到補助 有 從那個時候就有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整個提振上來 而真正的發酵是從韓國瑜 他一路他這個三三的戰役 然後人越來越多之後 從選舉的末期 很多人其實就想要到高雄去 然後一直熱到現在 所以你說完全是蔡英文的德政 不見得是如此 因為之前高雄的觀光 就慘到不行了 所以優先補助南部的這幾個縣市 高雄就已經受賄了 如果說那時候蔡英文的德政 應該從那時候就開始發酵了 而且黃偉哲也沒收割到 是 所以他如果要用他自己這樣 一個論點 他真的要做好功課 如果是蔡英文的德政 德政應該要更早發酵 因為在選舉前 蔡英文其實就技出力多了 後來才有這個暖東是擴大 更多的其他縣市納進來 而高雄是首播 早就受賄了 所以我建議這位王議員 要好好做好功課 第二個 我認為他作為一個桃園市的議員 他現在該緊張的是 桃園的觀光怎麼辦 就像剛剛啟程講的 我最近也遇到周遭的朋友 他們都想要去高雄玩 我說你過去有那麼喜歡高雄嗎 他說沒有 因為韓國瑜 所以我想要去愛河看一看 我想要到高雄 然後去走一走 覺得我有來到這一個城市 好像就有跟得上現在的潮流 所以不只是新年 共襄勝決 對 共襄勝決的感覺 還有農曆年 農曆年很多人說 農曆年去哪裡 就說要去高雄 所以我覺得其他縣市的 要稍微緊張了 作為一個桃園市的市議員 王浩宇他應該要幫鄭文燦 想想法子說 我們怎麼樣來提振一下 我們桃園的觀光 會不會很多人 桃園的居民 也都跑到高雄去消費了 反而桃園他沒有辦法 吸引其他的人來觀光 我覺得這個才是 作為一個在地的市議員 他應該要好好的監督的 對象是桃園市 而且要幫忙分憂解牢的話 應該也是要幫鄭文燦 想想辦法 不要這個時候 還去眼光一樣 跟一般民眾一樣 都是被高雄吸引了 然後還是在看高雄 明明你是桃園的市議員好嗎 怎麼拿有那麼大的管轄範圍 管到高雄 接下來要去高雄去 真的 他不會 對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免不了 他自己也因為高雄的 這個吸引力跟魅力 他自己目光也被吸引過來了 不過請他不要忘記 他的本質 他的本分 好好的監督桃園市政 才是他該做的 另外一個我要講 剛剛講到那個觀光的部分 觀光可不可以找 什麼樣的人代言 其實一個城市的風貌 是很多元的 你說冰冰姐有什麼不好嗎 冰冰姐她其實還主持過 這個美食節目 冰冰好料理 對 冰冰好料理 很長時間的美食節目 最近韓國也不是要主打 高雄的一些美食嗎 我覺得你如果用對人 譬如說冰冰姐 我覺得她就很適合 去介紹料理 介紹高雄好吃的餐廳 或者是食物 我相信會很有說服力 但是我也覺得 一個城市的代言人 當然不是只有一位 其實他們的規劃是每一個月 都會找不同的人 所以你可以透過 不同的代言人的類型 把一個城市多元的面貌 其實都可以凸顯出來 所以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丁允公這麼急著 就要出來批判 他不是說年度代言 只找了白冰冰一個人 他就這麼早出手 叫打人家說 不可以找白冰冰 為什麼 因為他還有12個 難不成他最後這12個 他每一個都要出來 就是批評一番嗎 請問你心目中的代言人是誰 不會是承舉花媽吧 這樣質感是真的有比較好嗎 我也不曉得 所謂的質感如果是花媽 質感是比明明姐更好 我也不認為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一個城市的觀光行銷代言 那個本來就是有一個戰略架構 我相信高雄市政府 他應該也有 但是我誠心建議 事實上 韓國也不見得 需要找非常多名人來代言 對於高雄市的行銷代言而言 第一名的叫做韓國瑜 第二名的叫做加分解 第三名叫韓冰 我認為他們三位 現在已經是高雄市的一個 一個形象代言了 所以任何他想要去行銷 高雄的活動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美食 或者是特色風景區也好 他們自己本身就是最強的代言人 其他人是來補充的 我認為如果他們善用他們三位的 現在大家對他的喜愛 人氣跟魅力 其實也可以幫高雄做 非常好的觀光待遇